嗨 我是廖帥 Hamsen廖 今天呢 來到台中紅點文女 他樓下有一間法式餐廳 這一間餐廳呢 叫做Le Fon 中文叫Le Fon 它是我覺得啊 今年啊 台中是拿米星餐廳啊 人選之一 我覺得啊 他應該可以拿到一顆星左右 這次啊 非常難得有機會來這邊啊 吃看看他們的餐點 而且啊 中午來啊 非常便宜啊 兩道餐啊 只要780塊 加一層服務費 晚上啊 會比較貴一點 身後這一間就是 看到沒有 紅點文女 Le Fon 這一台 行李的秤重機 太帥了吧 我的媽呀 超復古的 超復古的 這裡面啊 就是紅點文女 他們最出名的是這一個 溜滑梯 可以從二樓 一路溜下來 到拉閉裡面 非常方便 你也不用等電梯 從二樓 收著就到了 我來自家 看他在看他 一路溜滑梯 在這裡 一路溜滑梯 這個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滴 滴水進去就會長成一個 押紙盛 押紙盛好像很爽 就是毛巾了 桌上還有這個 他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白醬油慕斯 等一下要配麵包的 然而今天我們選什麼呢 我們選擇兩道菜780塊 他有前菜跟主菜可以選擇 然後主菜呢 他剛剛說什麼我也聽不懂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菜來之後我們就知道了 今天我們吃的是什麼呢 本日特選前菜加主菜 另外一種選擇是主菜加甜點 但是我覺得啊 前菜加主菜啊 感覺好像比較划算一點 然後還有三道菜都有的 要1080 這是長淺麵包 他包在一個黑布裡面 他那個餐前麵包啊 裝在這個黑色的籃子裡面 結果啊 我打開看啊 他只有兩片啊 我以為是一整顆的 而且這個麵包啊 看起來啊 孔洞啊非常的搭 應該是不錯 很像那個義大利的拖鞋麵包 嗯 這吃起來是好吃的 這個牧絲 很厲害 今天喝的是氣泡水 好喝 氣泡水喝起來超爽 噗噗噗噗噗噗 足晉腸胃乳豆 我們來這邊啊拍攝啊 得到一個 這個很可愛的免費招待的小點心 它這個啊 會防止從盤子上面掉下來 它還用這個 有點像糖水的 黏在盤子上面 這樣它就不會掉下來 而且這個是用鮪魚慕斯做的 然後裡面有那個 這是角白筍丁 還有這個 好像是牛肉一樣的東西 這把它吃起來很厲害 這種開胃小點小小一個 超美的 可是一般人啊應該吃不懂 師傅啊花了很多功夫啊 去處理這個小點心 不過啊 因為它是鮪魚慕斯 全部打在裡面 你很難吃得出來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種要拿米金銀的 真的很不容易耶 這個小點心啊 看起來非常厲害 小小一個 超級好奇它裡面是什麼樣子 它吃起來有一點 乳酪 這個味道 然後是用葡萄柚的果肉下去做的 然後是用葡萄柚的果肉下去做的 上面這個 滑滑的一球東西 吃起來 唉唷 哇 不過這餅皮非常的脆耶 哇超脆的 一口氣自信啊 真的分辨不出來 那到底是什麼味道跟什麼味道 接下來上這道前菜啊 超厲害的 我個人覺得前菜啊 這種表現手法啊 非常的厲害 不過是想要栽新的餐廳 來吃看看吧 它上面這個啊 熟成24個月的伊比利豬啊 超香的 跟我平常吃的伊比利豬啊 完全是兩碼子式 哇伊比利豬好好吃喔 我的媽啊 這個泡泡是用滷肉做成的泡泡 也很好吃耶 然後配上這個 綠色豆豆增加口感 然後它有淋上那個豬背油 所以整道菜吃起來 有一種滑嫩的感覺 一種清香味 對 哇這個 哇這個 這伊比利豬 真的很好吃 又不鹹 又香 又香 哇這個美國蘆筍啊 有用啊 高湯灰過 然後小火慢煮 除了它整個蘆筍啊 都是那種高湯的味道 但是啊又不會太老 蘆筍好吃 就是這一個 這個啊就是放在 蘆筍上面的豬背油 增加蘆筍滑嫩的口感 讓蘆筍吃起來不會太澀 同時又附有它豬油的香氣 哇 哇超油的耶我的媽呀 帶點橘紅色的溫泉蛋 嗯 嗯 我本來以為它溫泉蛋是一種 比較水的 葡萄裡面是 深的 比糖心蛋啊 還要再深一點 這是竹竹裝在的雞湯 它這個雞湯呢 它是以 額 就是竹竹想要 做一個很溫暖的 一個雞湯的感覺 對 那裡面的配件呢 有 像蔬菜的話 是日本的春菊 還有一些 雞翅 那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那個肉丸子 它是一個台菜的一個做 它是用豬肉去做成的一個台菜 然後 做的那個炸丸子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雞湯 這樣一起用 嗯 好 謝謝啊 主廚啊 找到我們一碗雞湯 我的雞湯杯子 好美喔 懸空的 他剛剛所強調 它是要帶出一種 雞湯溫暖的感覺 好美喔 上面有春菊 切成非常小丁的 蘿蔔 裡面啊 還有雞肉 這雞肉是雞翅 雞翅去骨之後 用低溫烹調手法去煥煮它 用高湯煥煮 吃起來非常有味道 還有這個蛤蜊 還有這個蛤蜊 不然這個蛤蜊也是剛打開 就把蛤蜊挑出來 非常軟嫩 對嘛 蛤蜊就是要吃這一種 剛剛蛤蜊一打開馬上就要挑出來 有些人就不懂啊 剛挑出來就嫌說什麼 太生了 不新鮮 菇利麥家 奇怪了 唉唷 這個湯裡面 還有老菜脯 這個 我本來以為這個 紅紅的一塊啊 我本來以為是豬血 哇 我好白癡喔 原來它是老菜脯 我們的主菜來囉 看一下我們的主菜 這屬於雞鯛 它說是鯛魚的一種 然後會加上法式的燉煮蔬菜 蔬菜裡面啊 有小番茄啊 然後 筍子啊 一些季節時需 然後商量放上這個很可愛的 裝飾品小豆苗 非常乾淨漂亮的一道菜 哇 這個燉菜 燉菜吃起來好好吃喔 高湯啊 非常的有味道 哇 這個燉菜很厲害 它有加這個 筍子 這筍子啊 表面還有煎過 增加它的香氣 要下去燉 吃起來脆脆的 哇 非常好吃 這個小番茄啊 它都已經去皮了 所以吃起來啊 就會吃進去 爆一層 然後脂子會噴出來 就燉菜好吃了 上面這個啊 小小的這個 像一顆 像一顆 像貝皮山菜那種小豆苗啊 吃起來啊 也非常有味道 哇 這鯛魚 先煎過之後 加白酒 加進去烤箱裡面烤過 吃起來有白酒香氣 好 它烤熟度剛剛好 這個 魚肉啊 非常新鮮 非常好吃 吃到這種菜色啊 我就會反省我自己 我應該怎麼做 稍微跟它一樣 或者是說 為什麼別人做得到 而我做不到 當然啦 這有很多因素存在 只是說 做菜這種烹調的一些 手感啊 用心啊 這些真的 需要再去 多學習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啊 這個啊 洋芋泥啊 它塗得非常的漂亮啊 這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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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土啊 非常的費工夫 你看啊 就像一個貝殼一樣 仔細聞就洋芋的香氣 吃看看 這裡的主廚啊 這裡的主廚啊 以前啊 在台北啊 是跟著 侯不秀 在做事 而且啊 他當到 侯不秀的副主廚 你就知道 這間餐廳的主廚 他的功力有多麼雄厚 實力有多麼好 這道菜啊 洋芋泥 那我想不到 侯不秀的哪首菜 洋芋泥 台北侯不秀啊 他在貴婦百貨裡面開的餐廳 裡面有這道菜洋芋泥 非常的好吃 這個吃起來跟它 根本就是一模模一樣樣啊 吃洋芋泥也太厲害了吧 哇 這種洋芋泥 不管你是要蒸過 水煮過 還要再過篩 過篩呢 可能要過一次 有些過到兩次 過完篩之後呢 再加入 鮮奶油 奶油塊 接著下去打發 打發完之後呢 再填裝 但是呢 你的奶油跟奶油塊 又不能夾太多 怕吃起來會太膩 這很厲害 你看 吃到這間餐廳啊 我都覺得啊 這麼好吃的菜 這麼用心的菜 的餐廳 生意都不一定會好了 我搞不懂你們那些自以為 泡個咖啡 煮個咖啡 做個三明治就可以開餐廳的 這些年輕人 你們在想什麼 有的是錢嗎 你知道開餐廳要花很多錢 很多人 他只會泡咖啡 做個三明治 做個panini 他就開一間餐廳 然後呢 三個月 四個月半年之後 就倒了 因為他賺的錢 根本就不夠不放水 連他自己薪水都沒有 然後憑著一股熱情 然後在這邊煮咖啡 做三明治 只要以為說 開店就會有人來 太天真了吧 怎麼可能開店就會有人來 你以為你是誰 像我這種拍片都不會有人看的人 你以為你開餐廳 就會有人來 部落客就會寫你嘛 你有什麼特色 你的東西齁 這邊啊 是他們往廁所方向啊 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酒窖 哇這個空間 也太棒太舒服了吧 這個啊 是他們的開放式廚房 超漂亮 超乾淨的 看一下我們甜點飲料 這是我們的甜點 也不算是甜點 甜點是要另外加點 而這個是呢 是副餐的小甜點 費南雪 小顆的馬卡龍 以及白巧克力球 很誇張耶 我們今天吃的是780塊商業午餐 一個前菜一個主餐 但是呢 他的副餐啊 除了咖啡茶以外啊 還招待這個小點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 有夠划算的 看一下這杯 拿鐵 有多大杯啊 副餐的耶 拿鐵這麼大杯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吃起來 很好吃啊 是不是 謝謝 很棒 很用心 怎麼會知道我們這邊 一直想來啊 因為之前 剛開始說 正在打廣告 之前餐廳剛開始 對 一直沒有機會 那今天來試看看 對 那說還算 因為今天來試 商業午餐部分 好 謝謝 覺得很有機會會摘心 哇 摘心這個 再說了 因為台中市你們的對手 我覺得就剩這一樓 你這一樓真的是很厲害 對啊 我覺得你們跟這一樓 是 七餐好像比較少 可是我覺得日本料理好像蠻多 日本料理比較多 小店的比較多 對對對 七餐的很少 法式的也很少 對 法式大概固定就這幾間 對啊 法生 法生 喜樂 喜樂可能還 比較 這一樓跟你們比較 水準 一起 對 可是就是要再努力 不會 因為也不知道這個 到底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很有機會 對啊 重點還是客人要吃的 習慣 很習慣 我覺得比較重要 對 要不然 只是自己做 就做開心的客人 不喜歡也是沒有 只是有些猜測 可能客人不知道 他的用心程度 食材用到腦袋 有些客人應該知道 那應該就是 對 就是透過服務生在 對啊 變成如果真的是要教育客人 我覺得 中部來講 這些客人 根本不曉得你用心 展點用心在哪裡 我說真的實在話 就 好吧 應該還是跟客人互動 還是要 對啊 要多一點 這個很重要 了解你的用心在哪裡 對 而且你的菜色非常棒 謝謝謝謝 對啊 有機會再來吃看我們正常的 好餐也 會啊會有機會的 對啊 對啊不急 然後我們再三五就很棒了 謝謝 然後我們四月底 還會再換一次菜單 好會換三五 然後三五大概 三五其實就不定期 我們大概現在是抓成一個禮拜 換一次 那也很快 可是因為三五就簡單 三五可能就是 有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對 對啊對啊 所以有時候可能也會出漢堡或什麼 也不一定 而且了解 比較可以隨性發揮 對對對 然後正規菜單就是 我們大概就是固定 有一個時間就會換 會 關係 沒事沒事 好啦 謝謝謝謝 剛剛啊 跟他們竹竹啊 打過招呼 Share 非常年輕 非常厲害的一位師傅 以前啊 到台北啊 有跟俠布雄學習過 然後又去國外 旅行了一段時間之後 回來台中 我覺得啊 他真的是非常有機會摘下 台中式米其林 一顆星的資格 菜色啊 非常的用心 下次啊 我們來嘗試看看 他的晚餐七道菜的菜色 是不是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厲害呢 我是廖帥 HAMSAM廖 掰掰 掰掰